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本条利用词定义如下 一 政治大案 只由政府机关 构 政党 附随组织 及党营机构所保管 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 至81年11月6日直 于228事件 动员勘乱体制 戒严体制相关之大案 或各类记录及文件 以裁撤机关 构 知大案亦是用之 二 大案当事人 指政治大案中 遭逮捕 调查 侦查 起诉 通缉 审判 执行 或其他受公权力切害之人 三 政府机关 构 指中央 地方各级机关 行政法人及受政府机关委托 行使公权力之个人 法人或团体 及各级机关设立之时 实验 研究 文教 医疗等机构 财团法人或公营事业机构 四 私人文书 指政治大案中之私人书信 日记 遗书 手稿 照片 录音 录影 电子记录 及其他与公权力 行使无关之文书 或未公开发表著作等 但与政府机关 构往来之文书 及侦查 司法诉讼 或监察案件之证据 不包括在内 第四条 政府机关 构应于本条例 实行日期六个月内 完成政治大案之清查 并连字幕录一 规定程序报送大案局 必要时得以延长 延长期间不得于六个月 大案局审定政府机关 构管有之政治大案 应以检视大案目录 或大案内容方式为之 必要时得邀请学者专家参与 政府机关 构管有大案经大案局 审定署政治大案者 应于指定期限内 移转为国家大案 为移转前 应一本条例之规定 妥善保管并提供应用 前项政治大案 有国家机密保护法第十二条 核定之国家机密者 于解密前 原件暂不移转 但应就涉及国家安全情报来源 或管道之国家机密部分 应分离处理后 以复制品并入原案卷遗转 并于大案目录筑记说明 及提供应用 政府机关 构于第一项期间接之后 仍应以本条例池 需办理政治大案清查及报纵 大案局任有必要时 得办理专案纸集 前项清查 有中华民国81年11月6日后 产生之大案 或各类记录及文件 其内容与第三条 第一款锁定事件 或体制相关者 应并同报送 大案局得并审定位政治大案 政党 赋随组织及党营机构 持有政治大案之同报 主管机关之调查及审定 一同 第五条 政府机关 构管有政治大案 予以转为国家大案前 应办理下列事项 一 大案立案及案件 案件二层级辩目 二 机密大案解降密检讨 三 大案整理装订 及储存媒体 可读性查检 四 大案应一规定格式及命名 原则办理电子储存 五 大案应一案件层级 序名开放应用类型 如有部分开放或不开放者 应序名其法规依据 及开放应用要件或粘线 前向第二款机密大案解 详密检讨 届满三十年 且无明定保密期限 或解密条件之法律依据者 应予解密 并不得基于下列目的 规避解密 一 未隐瞒违法或行政疏失 二 未掩饰特定之自然人 法人 团体 或机关 构之不明欲行为 三 未拒绝或持言 提供应公开之大案内容 原核定机关 及其上级机关 应于完成清查后六个月内 依前项规定完成检讨 届满六个月 未完成检讨者 自届满之一日起事 为解除机密 经检讨后 仍列属国家机密保护法 第十二条之国家机密大案 原核定机关 应报其上级机关同意 致使应于届满四十年紧密 但原核定机关于期限届满前 经检讨有下列情形之一 且仍有延长保密之必要者 应许明具体事实及正当理由 逐次报警 国家情报工作法主管机关 核转其上级机关 同意延长保密 每次延长期限 自同一日 岂算不得于三年 一 涉及曾从事大陆地区情报搜 几支情报人员 及情报协助人员之身份 且泄露后 阻使其生命 身体或自由 有受危害之余 二 涉及国际情报工作部署 及合作 且泄露后 有严重影响 国家安全及对外关系之余 三 涉及大陆地区情报工作部署 及搜获机密情报 且泄露后 有严重影响 大陆地区情报工作安全之余 原列属机密之政治大案 原核定机关 应于本条例修正施行之日期 六个月内 一第二项 及第四项规定 重新检讨及详密 届满六个月 为完成重新检讨者 自届满之一日启示 为解除机密 第一项第四款之电子当应于移转时并同提供 第六条 政党 负随组织及党营机构 持有政治大案 经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以下简称促转会 审定为国家大案者 应于该会指定期限内 移规大案局管理 并由该会 大案局 及持有大案之政党 负随组织及党营机构 依审定清策 做成记录 促转会 应将前项审定结果 通知相关机关 政党 负随组织及党营机构 持有之政治大案 其审定及指定 移规国家大案相关事宜 于促转会依法解散后 由主管机关办理 有关审定事项 得要及学者专家 及社会公正人士为之 政党 负随组织或党营机构 拒绝将审定之政治大案 移规为国家大案者 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 500万元以下罚还 并得案次连续处罚 第七条 大案局整理 保存政治大案 应办理下列事项 一 大案编排描述 及目录不正 二 大案保存状况检视 及受损程度分歧 并进行必要之修护 三 大案复制储存 四 定期进行机密大案解 详密检讨 五 主动通知大案当事人 或其继承人得申请返还私人文书 六 其他必要事项 政治大案于保密期限建满 或解密条件成就时 自动解除机密 建满30年 仍列机密等级者 除原移转机关的扣 续名定有保密期限 或解密条件之法律依据外 试为解除机密 政治大案解除机密后 大案局应将解除之抑制公告 并付支援移转机关的扣 以及未必要之解密措施 不适用国家机密保护法 及文书处理 有关解除机密之规定 政治大案未列密等 或已解除机密者 不得改列或重新核定未机密大案 第一项第五款 有关申请返还私人文书之运作方式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大案局定之 第八条 大案当事人得申请 与其本人所设案件之政治大案 大案当事人死亡时 其配偶或民法第1138条 各款所定计成人得申请之 依前项规定申请之政治大案 除有下列情形之以外 大案局应于指定场所提供 阅览、抄录或复制 一、一本条例规定得 依法核定之机密大案 二、经其他大案当事人 或其继承人表示 不予公开之私人文书 一、第一项规定 申请之政治大案 涉及个人隐私者 大案局应于指定场所 提供阅览、抄录 或就设个人隐私部分 经分离处理 使其无从识别特定之个人后 提供复制 但该个人死亡 或同意复制者 不在此线 前二项政治大案 有第二项第二款 或前项本文所定情形者 致持应于大案届满 70年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 第五条第二项 第四项本文 前条第二项 及前项所定年限之计算 以该大案全案中文件 产生日最早者 未计算基准 大案局应就政治大案中之大案当事人 编制人名所引并公告之 就情报机关应用保房、针房、安全管制等措施 为经大案当事人同意 而搜集取得其家庭关系、伴侣关系、性别关系 或设施领域之间一记录等高度个人隐私 且于大案中载有联络资讯或足资辨识其身份者 于该人名所引公告前 并请护证机关查复后 主动通知该大案当事人下列事项 通知显有困难者得以公告代之 并于通知寄出或公告六个月后 公告该人名所引及其大案目录 1. 得依第一项规定 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大案 2. 得依第七项规定 申请加注补充意见复卷 3. 得依第九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 表示意见 大案当事人或其继承人 对大案内容中 与大案当事人个人相关资料之叙述 略有错误或不完整者 得减复相关证明文件 申请加注补充意见复卷 机关依下列规定做成公告时 应将该公告复制大案局 列为国家大案提供应用 1. 依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做成平复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之公告 2. 依228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 做成赔偿及名誉回复之公告 3. 依戒言时期不当叛乱 即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 做成补偿及名誉回复之公告 4. 依戒言时期 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 做成权利回复之公告 第1项及第7项规定 大案当事人或其继承人德 为任第三人申请办理 第9条 非大案当事人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政治大案 依下列方式提供 1. 届满30年之政治大案 依前条第二项及第三项规定办理 但涉及前条第6项锁定大案 当事人高度个人隐私 且未届满70年者依第二项规定办理 2. 未届满30年之政治大案 依前条第二项规定办理 涉及个人隐私者 除经该个人同意 得于大案局指定场所 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外 不得提供 前项第一款弹书锁定政治大案 处有下列情形之一 得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外 应就设大案当事人高度个人隐私部分 经分离处理后提供 1. 大案当事人死亡 2. 大案当事人书面同意提供 3. 申请人取得大案当事人 同意提供之书面文件 申请人依法取得之政治大案复制品 涉个人隐私者 未经大案当事人同意 不得重置、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陈列 或以其他方法供人阅览 其保有处理及利用应依相关法律规定办理 第一项锁定年限 依前条第五项基准计算 政治大案又不能提供情形者 其支持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年限 依前条第四项及第五项规定办理 第十条 政府机关够减调政治大案 除有第八条第二项第二款或依第九条第二项规定 不得提供之情形外 大案局应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 减调机密大案 应先经原移转机关够同意后为之 前项政治大案又不能提供情形者 其支持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年限 依第八条第四项及第五项规定办理 依法有权调用大案之机关够 得依相关法律规定调用大案 不是用第一项前段除外规定 第十一条 政治大案中所载公务员、证人、检举人 及消息来源之姓名、化名、代号及职称 应提供阅览、抄录或复制 不是用国家情报工作法第八条规定 第十二条 大案局就第八条至第十条规定之申请 做成决定前 得以书面通知大案移转机关 够或相关机关够表示意见 受通知机关够应于十日内表示意见 借其未表示意见者视为无意见 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政治大案 如有平复司法部法、赔偿、补偿 或避免人格权受侵害之急迫情事者 申请人得以书面序名理由 请求优先处理 第十三条 申请阅览、抄录或复制政治大案之收费标准 由大案局定制 大案当事人申请其所设案件之政治大案 同一大案免收一次费用 当事人死亡时 由其配偶或民法第1138条 各款锁定继承人申请者一同 第十四条 开放政治大案如设争议事项 得由大案局邀及相关机关 构、团体代表、学者专家 及社会公正人士审议之 并排除第十一条所列人员 前项争议处理之运作方式 及其他硬行事项由大案局定制 第十五条 应管理、审议、申请或检调政治大案 所窒息之大案内容 应依相关法律保护规定使用之 违反前项规定者 依有关法律处罢 第十六条 政府机关、构、政党、负随组织 或党营机构对所保管之政治大案 以毁弃、损坏、隐医之方式 获之令不堪用者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项之未遂犯罚制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条例修正条文 自中华民国113年2月28日施行 第十七条